笑行感动天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修道的人叫陕子 和父母一起在深山中修行 她的父母年纪很大了 而且两个人都眼睛失明 陕子非常孝顺 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 每天晚上要起来三次 到父母床前嘘寒问暖 白天采来水果 总是把好的递给父母吃后 她才吃剩下的 每一次想到父母行动不便的样子 就感到很难过 心想自己一定要让父母 舒服地安享晚年 有一天陕子的父母渴了 陕子立刻去河边取水 河边有一群麋鹿簇拥着她 正巧 嘉仪国的国王进山打猎 国王远远看见泉水边 有一群麋鹿正在饮水 便将弓箭对着麋鹿 咻的一声 箭射了出去 没想到 这一箭没射中麋鹿 却射中了蹲在鹿群中 挤水的陕子 是谁的心肠这么狠毒 我要是死了 我的父母该怎么办呢 陕子胸中毒箭 疼痛地大声呼叫 国王听到哀嚎声 赶紧策马前来 只见水边躺着一个人 胸部中箭 鲜血染红了水面 国王吓了一跳 立刻跳下马将陕子扶起 问道 是我射中你的吗 你是谁 为什么住在深山里 我是大王的子民 和我的盲父母 在深山中修道 国王听后后悔极了 我是要射路的 没想到误伤了修道人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便说便激动地流下眼泪 请你告诉我 你的双亲住在什么地方 我立即去告诉他们 这里发生的事 并向他们赎罪 山子这时 已奄奄一息 顺着这条小路 不远处有座草屋 我父母就住在那里 请大王告诉我的父母 我跟他们永别了 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千万不要因为思念我 而想不开 说完 陕子泪如雨下 弃绝而亡 国王和大臣们看到这种情况 都悲痛万分 国王一行人来到 陕子的父母家 他的父母听到这么多脚步声 内心感到很惊讶 是谁来了 是啊 会是谁来了 国王来到他们面前 行了礼 说 我是嘉仪国国王 谢谢大王 大家光临 请大王在草席上坐一下 我们的儿子去挤水了 一会儿就回来 等他回来再给您烹茶 大王 请坐 国王看到他们提到陕子时 脸上露出慈爱的表情 心里不由得一阵剧痛 都怪我呀 是我一剑射中了你们的儿子 他现在已被我的毒箭射死了 回不来了 陕子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 差点昏了过去 随即放声大哭 我的儿子呀 他是天底下最仁慈 是小顺的孩子 他有什么罪 你要射死他 国王懊悔地说 你们的儿子是天底下是天底下最贤德的人 他没有一点罪过 是我打猎时不小心射中他 陕子的父亲爱的父亲爱的父亲牵着父亲 天上的猪神地上的山神 书神水神啊 我们的儿子信奉佛法 尊贤孝亲 爱护森林中所有的动物和草木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怎么让他死了呢 请你们救救他吧 请你们救救他 让他起死回生 让他继续完成修行吧 陕子父母对儿子的哀悼赶天动地 生活在天上的玉皇大帝 四大天王和居住在地上的山神水神都坐不住了 纷纷来到陕子身边 玉皇大帝对陕子的双亲说 我们都知道陕子的德行 想这样的人是不该死的 我能把你们的孝顺儿子救活 说完便拿出神药灌入陕子口中 不久陕子的伤口慢慢愈合 眼睛张开一下子坐了起来 大家看了都悲喜焦急 又哭又笑 众神见事已办好 纷纷告辞而去 大家对众神拜了又拜 感激不尽 最后国王站起来对大家说 陕子信奉佛法 或计得延传的学术 不过沿着 就不曾有什么感积的 感谢您的观众